胡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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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石家了 石石胡大人 递解侵犯 一定要出告示 看看 来了这么多人 胡大人 你可真是用心良苦 公事公办 忘了拿着家上的贴风 下官这就去取 刘大人稍候 刘大人 是我当年了人家 各位 是我刘伯温无能 到现在未能为各位讨回公道 惭愧 惭愧 千里照照 千里照照啊 请起老人家 请起 各位父老乡亲 惩戒贪官 乃是我刘伯温分内之事 个人荣辱 不足挂齿 不足挂齿 来来来来来 大人 只是两位忠实可靠的后生 一路陪同大人回京 以防不测 同时也在照顾大人路上的齐聚 来 快 见过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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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起 请起 诸位相见 我刘伯温 在此谢过各位父劳相见 多谢 多谢 来 本官亲自为你沾上 刘大人 恭请上路 刘大人 请啊 刘某 就此别过各位父劳相见 刘大人是个好人 刘大人 谁在喊 刘人 告犯吧 有种的给我站出来 刘大人 自古行不上大夫 刘大人乃开国之远勋 失文之态度 如此对待 怕是会伤了天下世子的心哪 你想怎样 学生全态 本信世子 恳请大人 法外开恩啊 等案主犯 依然逍遥法外 刘伯温九族连坐 顾此代价 不若放开他 权献你等学子 愿以入奸为至吗 至 各位父老乡亲 听刘某说两句啊 各位好意 刘某心灵 事已至此 多说无意 各位请急 请急 刘大人 请关门 都把他们给我哄走了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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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胡闹 你知道后果 恒恕都是死 杀你不多 不能乱来 兄弟 你真不能杀他 为什么不能杀他 杀了他 为哥哥在朝廷出去麻烦 如果你把他杀了 于兄再有道理也说不清楚 胡大人放在说 刘大人是九族连坐 所以代价 现在主犯归案 胡大人应该开家才是啊 刘柏文 你教授刁民 击破本官 本官要据实上奏 你开始不开 我父上注射的粗人 大不了与死我扑 别别别 兄弟 开 快开家 是 快啊 快啊 快走 兄弟 好自为之啊 等着哥哥回来 你给我押出来 是 你给我押出来 我要送送我的哥哥 哥 哥哥 哥哥哥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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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押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备无礼 其罪大不敬 臣赋议同参 臣以为刘伯温身为免贯凸显待罪之臣 自回京之日 既被金武卫机管在家 皇上不招 他自然不敢轻易免军 更不敢早朝 既是戴罪之臣 就该主动向皇上恕之请罪 难道还要皇上用八抬大叫抬他不成 请丞相听仔细了 臣说的是戴罪 而不是戴罪 什么戴 什么不戴的 你什么意思 臣说的这个戴罪是等戴的戴 而不是张光李戴的戴 别跟我玩什么辞早 关马一案 刘伯温设案很深 纵仆劫狱 事实俱在 关马一案 刘伯温有本上奏 自有皇上名断 皇上不断 李大人先断 似有剑阅之弦 臣复议同参 你又复议同参 臣复议同参 那好 那你跟朕说说 那你为何复议啊 那为何同参呢 臣 臣 臣以为 启议皇上 啥 大人 您刚才说了些什么呀 胡闹 连话都没明白 就复议同参呢 我这朝堂上 是你们随便儿戏的地方吗 皇上息怒 臣实在是儿辈 把他的手板给朕拿上来 领旨 领旨 你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领头小凯 臣襲赵孟府 兼顾米元璋 朕问你 这板子上写的是什么 给朕念念 皇上 臣老眼昏花 你老眼昏花还写什么狗屁迎头小凯 朕让你念 念 你快点念 今天不念 朕砍了你的脑袋 音音音 音音 音音寄予小桃红 争风吃醋白牡丹 没有学校 你给朕记着 有校者记录在案 朕罚他三个月的俸禄 灵旨 你 继续 皇上开恩 臣 朕还真没想到啊 你竟然还有领度之才 奇闻共赏吗 念 皇上啊 我 来人 念 念 老臣就念 你俩老夫都最爱 左拥右抱花下面 朕是真没想到 朕只知道你是个人才 朕不知道 你还是个银才 臣是银才 臣是银才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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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吧 笑吧 朕也忍不住了 还什么 左拥右抱花下面 你也不看看你都什么岁数 还 还什么小桃红 白牡丹 你们家有没有狗尾巴花啊 你笑什么 皇上开心 老臣自然就笑了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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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笑了 快 还傻站着干嘛 还不把她 给朕弄出去 是 是 臣是真心话呀 皇上 臣是真心话 李山长 臣在 念她是故旧 朕赐她 易锦还乡 现实离京 谢皇上隆恩 臣 遵据 我已经回来三天了 皇上一直避而不见 今天突然传诏 一定是要我与那朕永军 都指挥使钱大壮 当朝对治 我有把握 将这钱大壮定罪 却不知能否因而 减轻我兄弟的罪责 救他一命 谁还有本要奏啊 臣起奏皇上 刘伯温那件事啊 朕自有主张 你就不要多言了 臣遵旨 李山长 臣在 朕远君的那个钱大壮 到了吗 回皇上已经到了 嗯 朕今天要亲自审礼一桩 贪莫大案 刘伯温殿外后旨 室 罪臣刘伯温 面君见驾 宣 宣 宣刘伯温上殿 刘大人怎么这身大壮 要是刚从老人去 刘伯温这是怎么回事啊 罪臣刘伯温 恭请圣躬万福 刘伯温 刘伯温 这应该着有私勘问 罪臣有话 面胜陈情 酒 启兵皇上 罪臣查得 朕远君都指挥使前大壮 火通下蜀 买通蜀地支线 又强占民间土地 还通过倒卖官马 赚取躺银 皇上 这可是动摇我大明根基的一桩乌案 朕远君都指挥使 钱大壮朝进 宣 宣钱大壮进殿 臣钱大壮叩见皇上 愿皇上 服如东海 寿比南山 起来说话吧 谢皇上 哎 哎 哎 你是 回皇上 太湖一战 末将曾为皇上断后 孤舟献敌 身住武剑 哦 哎朕想起来了 你是原来李丞相的布局 人称 钱小七的那个 正是在下 那身上的剑伤 现在怎么样了 没留下什么病根吧 脱皇上的红服 末将的身上又多了五枚肉钱 这是皇上赏赐末将的荣耀 好啊 会说话 朕爱听啊 钱大壮 臣在 知道朕为什么选你来吗 末将知道 那就别跟朕绕弯子了 说说 你有没有贪污 没有 今天当着满朝文武 朕再问你一句 有还是没有 回皇上 末将没有 那好啊 你站在一边吧 刘伯温 你说 是否 皇上 这乃是钱大壮下属傅长柱 签字画押的贡状 请皇上过目 承上来 六伯温 我问你 你既然已经取得傅长柱口供 按设钱大壮 为何不急报朝廷查办 此乃大案 是说要缘 自当仔细核查 甚至又甚 大案隐瞒不报 私自核查 其中又牵涉至亲 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啊 李大人 刘伯温乃御史忠诚 皇上的耳目 可不能听见风就是雨 去尾存真才是职责 至于我的兄弟傅长柱 醉臣 为亲不曾妄议 于公不曾枉法 皇上 壮旨之上事实俱在 请皇上名掌 立门不报就是欺君 口是心非 结党营私 排斥易己 那才叫欺君 我罪赦哪条啊 还望李丞相名师 你看你这个样子啊 你批发罪义 游戏朝堂 莫无君上 这就是欺君了 我问你啊 我一个戴罪之臣 被皇上从狱中招进京城 我不穿这身 我穿哪身啊 有什么不妥 搁这胡威庸的意思 我这还得重弄家臣料呢 你纵不及狱 事实俱在 启禀皇上 臣从狱中救出傅常铸 实在是为了皇上 将来看这个案子的时候 留一个活口 除此之外 绝无二心 今日面圣之后 臣即刻回到监狱 誓死誓活 全凭皇上圣财 律有名闻 劫狱者死 刘伯文 官马一案 你可争钱大壮有罪 罪臣愿证 如果钱大壮无罪 那你这罪过可就大了 臣死而无害 你说先生这会儿干吗呢 这我哪知道 我只知道 哥哥收了我的牵连 正蒙收不白之缘呢 你也真是 你说我好不容易 把你都结出狱了 你又回来自投罗网 白让我和先生 唠了个劫狱的罪名 让你们担了这么大的罪名 我在外面待着也不踏实 现在该是上朝了 可能先生现在就在皇上面前 替你求情呢 我这个罪啊 怕是免不了了 只要哥哥和你平安 我就心满意走了 咱们仨都会平安的 是 简大壮 我问你 关马一案 你一点都不知情 回皇上 末将确实不知情 你回朕干什么 你要回的是刘伯温 现在啊 是你们俩的事 你们一变一搏 让朕听听 到底是谁在里 回刘大人 末将不知情 一钱赃银都没贪污 一钱未收 护不拨的躺银全都用于正途 末将五职从未经受 都是下面的职官办理 怎么说你是个清官啊 清与不清 每年户部兵部都有案可记 有案可查 你先别插嘴啊 听他们说 关马一案 从头到尾 都是你家兄弟一手操办 可是傅长柱的壮旨上写着 两年以来所获赃银一千二百余两 没错 那就是一千二百多两 这些银子 都让他一个人贪了 你确定 确定 好 据钦差胡威庸审计 账目上 光这两年出路的数目 就有两万余两 我问你 这么大一笔银子 都上哪些了 这 这不我怎么知道 都竖起耳朵听着 别在下边瞎嗡嗡 素敬 我的意思是说 不论有多少银子 都被你家兄弟一个人贪了 你为了给他开罪 自然要少说被贪的银子了 大明律规定 官员贪银千两以上者 即是死刑 我既要为我家兄弟开拓 我为什么不把这数 压在千两以下呢 一千二百两 刚够要了他的性命 对呀 钱大壮 你说躺银不经过你手 那马匹买卖 总经过你手吧 蒙皇上厚案 我身为一方总容 马匹 我当然经手 好 我来问你啊 案发所在地 寻目千户所 马匹总数多少 大约两百余匹 两百余匹 两百余匹 两百零一匹 还是两百九十九匹 两百一十匹 两百一十匹 全部造册登记 刘伯恩 末将是个武人 说不过你 也绕不过你 你有本事 去拿出证据 少在这里说这些废话 千大壮匹 你不是要赃证吗 我就给你个赃证啊 自我接手这个案子以来 千户所偷偷运了五十多匹官马 致深山牧养 我问你 你既然说这官马数目 全部造册登记 这五十来匹 你查查 账上有吗 有不问 你 你血口喷人 五十来匹官马值多少银子 这笔银子哪儿去了 有不问 你说的这些可有实证啊 启禀皇上 臣早已派当地农工日夜监事 皇上可随时派员全去击刹 就会明白 这 李丞相 最了解末将的为人 李丞相 你为末将说句话 皇上 这个 皇上 肚子突然不是 是 刚才去方便一下 憋着 皇上 这实在是 朕让你憋着 我 你接着说 皇上 如果说诸位 还认为钱大壮 不是这桩贪案的主犯 那罪臣还有一 说 皇上 朕远军都司衙门 下辖有三个群木千户所 现在这一个事发 那两个也脱不了干系 只要皇上肯派人急查 真相即刻大怀于天下 好啊 那朕就即刻下旨 是 皇上实在是 看来李丞相 是真的憋不住了 退朝 伍皇万岁 十irm万岁 梵老回禀 就说我回府换完衣服 馬上穿戴整齐 就去锦身殿进监 那可不成啊 皇上有旨啊 立马召见 容不得您回家换衣服 皇上正等着您 那我也不能穿这事 这事行头 皇上知道 一将一剑龙袍 要赐予刘大人 皇后娘娘着宫女 一会儿就送过来 臣见过皇上 朕的这件长服 你穿着还挺合适的 臣下见月 皇上的衣服 臣实在是穿不得 我说穿的就穿的 起来吧 臣谢皇上恩赏 其实啊 谁是什么样的人 朕心里边清楚 官马一案 既然由你而起 就由你而终吧 朕打算收你钦差 去替换胡为用 是 你那个亲戚 打算怎么处置啊 按律当死 可是 那就按律执行吧 皇上 朕知道 要说起来 他只是个从犯罪不当死 是 但是朕 要借他的脑袋用一用 以敬效忧 臣 知道你舍不得 但是你要好好想想 这天下的人可都看着呢 不光是看着朕 也是看着你 这个御史忠诚 刘大人 你还有话要说吗 臣 无话可说 对了 你那个小厮 启禀皇上 劫遇一事确实是为臣主事 他一个跟班不敢不从 现在皇上设臣而罪他 这让臣心里实在是 于心不安哪 要说起来 他也是个义仆啊 单枪匹马竟敢去劫运 也是个担大包天的角色 这个小子 是一直把皇上挂在嘴边 说皇上 人好 义气 这小子救过朕的命 还替主子劫大玉 够义气 他的罪朕赦免了 臣 谢主隆恩 叫李宾来 是 宾儿见过义父大人 你回去换上便服 连夜出发 马不停蹄将这信交到胡大人手上 不能再等了 再等就出大事了 那这样给老爷备个轿子吧 你可以在轿子上打个盹啊 这骑马都不一定赶得上 赶紧 对了 如果说刘芳回来 接了傅长柱的家眷 先留在府里好生照顾 是 老爷 您请放心 快快快 老爷 接回来了 路上发水桥断了 耽误了一天 就别停了 上马跟我一块走 好 先大状案 皇上震怒 一概派刘伯温为钦差彻查 独日道歉 为方事态扩大 凡羁押涉案人等 当在刘伯温到达之前 一律处死 不长住 永药 不可使其再见刘伯温 切切 你我受死 先生却还在京城 咱俩就在此别过先生吧 好 哥哥 大恩父言报 傅长柱 志愿来世再为兄弟 哥哥 兄弟 赶紧了 先生 刘毅先走一步了 到了那边 还当您能跟班 不是 这话说得不对 该说的什么意思 想说什么说什么 没人会怪你 先生 您平时没少教我念识 可现在脑子弄了一句讲不起来 都是小的不争气 辜负了您 如果还有下辈子 小的一定还跟着您 好好读书 不说了 再说就该哭了 算什么好汉 哭吧 哭吧 伟大英雄 真本色 是吗 那我就哭了啊 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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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心里也难受 哭吧 小兄弟 你如果不死 将来定有一番作为 来 都是我害的你 那跟个敬一碗 好酒 上头 青山不改 绿水潮流 青山不改 绿水潮流 青山不改 绿水潮流 怕什么 怕什么 给我个面子 谁怕谁呀 他呢 年纪还小 让我先走 过去为我赵一下 勾掌一眼 勾掌一眼 勾掌 青山不改 来 原位爷 你可惯不得我 念你是一条汉子 一会儿 我给两个通败车 行 不要 哥哥 兄弟走了 来势再报 秦差有命 贪官修守 势众行日 来 等一下 等一下 来你了 这是啥呀 这是行刑不是儿戏 来吧 起来 我二叔呢 在那儿呢 在奈何桥上等你呢 来吧 还救我抱你吧 等等 我们 我相信我小时候 我们要叫我长得吊吊 别让我再喝过两个 好吧 可送你哥哥去远方 可惜的美儿送二老 不知的美儿 当下留门 皇上有举 到 皇上有举 兄弟 哥哥来晚了 没能让你们父子见上一面 再回来 先生 多谢您救小的 您要是晚来我可救 二叔 您就别等我了 有年此事我给您烧旨 也不是我救了你 皇上开恩 特赦了 皇上还记得我呢 什么味儿啊 是 小的 拉了 左宫的说了 这常见不丢人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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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他们 全抓起来了 好 好啊 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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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大人 牛大人杀了他们 牛大人杀了 傻了这群狗官 矢马一案 本官现在独判 矢马飞马 怎能使人间轻描 道士无道 因才起义生邪念 判矢马无辜 除去锁链 招雪其舞 还其守目之责 道士实道 受大战八十 罚三千里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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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户不仁 七天 一天私欲 不杀 不足以拼民分 财产伐木 秋后问斩 消首一块民心 好 好 好 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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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献不易 魅心而战民田 不罚 不能彰显国法 杖八十 浩家三个月 徒留外省 永不虚用 看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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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贩傅常铸 系本官亲属 在此 本官替他 向各位百姓 致歉 令 交赃银 并罚经 供三千两 已入内库 且其最深已死 不再追罚其他 同犯前大状 急押京城 交有私言办 尤大人 执法无私 秉公办案 我等百姓 全部看在眼里呀 要是尤大人 真是尤大人 尤大人 他讨回公道 尤大人 尤大人 经查 被告合谋 藏一官马五十二匹 现已人赃俱获 本官呈请皇上 以官马 补偿各户田产备战之损失 数量多大 降见造色 老汉我的乡亲们 谢过刘大人 什么也不用说了 都在这碗酒里 刘伯母 有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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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刘大人 监司 大人 还有请点 真 dal 这个לה到大人 大人 下面有聽 安全 远远远远远远远 下く 顺天府还多远呀 过了卢沟桥 过了卢沟桥啊 就是顺天府的地界了 这前朝大都可真够远的 先生 快点快看 快点快看 前面好像一道街道的了 刘易啊 你不是老惦记着落草为寇吗 行 这回赶上了 赶上了 来 我领 不不不 我那是说着玩呢 再说了 要真是落草 那也得投奔劫富济贫的好汉呀 哪能干蓝楼抢劫的够当 先生 这荒雕野地的 咱有些银子还是躲躲吧 你看 干上事你又害怕了 你看见没有 不是 不是怕了 好汉吗 好汉你不得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啊 要不然你自己过去 好 好汉不吃眼前亏呀 咱躲躲吧先生 你看你还是害怕了吧你 不是怕了 我主要是我妹来过北边 我听说这民风彪悍 走吧 那不是捷到的 不是捷到的 不是 等等我 上个月嘛 有酒有肉的 到现在为止什么都没有嘛 从上边开始都不管了 上头有人来查 查着了 不光罚我 也罚你知道吗 这个不管吃不管喝 你还要这么多银子 你少要点吧 现在什么不涨价呀 我们可是顶着风险给你带路 还讲价钱呢 进城的路我也知道 用不着你们带 皇家们 从那儿走 等等 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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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乖到走了 疯了 这赶紧地拿着吧 你看看 你这 这 这 走走走 走了 走走走 先生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走关道抄小路 不是偷逃关税就是贩云思祸 跟着 跟着 赶紧的 快走 快走 那俩人不是你们一块的吧 不是的 不是的 这年头挣点钱真不容易 走吧 走 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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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儿吧 小心 就这儿啊 就这儿 就这儿 门上的 只会一声 就说有客来访 你谁啊 不懂规矩 拿我的骗子用败侠说败惠徐大将军 你说败惠就败惠啊 你又是谁啊 就不告诉你 待会儿拿骗子出来吓死你 快着 快着 先生 没了 什么没了 名次这一路上用完了 我还在这儿等着被你们吓死呢 樊老这位啊 借笔墨一用啊 这位 您就别麻烦了 认字吧 看看招牌 大将军府 能来这儿的 哪个不是八抬大将前护后拥呢 罪不济你也得骑匹马 驴 我 哦 骑驴的不能来这儿 那你说说 那你说说 你是来这儿投书送信呢 还是探亲访友 你 行行行 算是探亲访友 哦 那二位顺着墙根走 去后门 这儿可不是你们出入的地方 哦 你都不问问我们找谁 厨子奶娘 杂役花架 东兵西西 恐慕丈夫 这府里人多了去了 我还真认不全 哎呀呀 猴门深似海 狗眼看人低 放肆 我做师呢 你这人不大 口气倒不小啊 敢在这儿骂人撒野 谁骂你了呀 有剪银子 金子的 投回厅中还有剪骂的呢 这 我说他呢 哎呦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 怎么越看越像条狗呢 嘿 你这拐着弯 还不是骂我的吗 我瞎你啊 等等等等 不必动气 他就是个小厮 不必动气 哼 你们从山沟里刚出来吧 没到过大地界 这儿是哪儿啊 原来的原大都 今儿的顺天府 我呸 太湖洞庭大不大 可住的全是鱼虾王八 庙里供着的爷爷奶奶大不大 可那身子都是泥队的 行了 来人 来人哪 何事 玄皇 快去 拿住这小子 在大将军府门前寻信滋事 还有这位 一并打下 送地方执罪 是 走 请客 这位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们前来紧见 你是个门子就该通报一声 哪能这么飞扬跋扈 无端刁难哪 刁难你怎么了 你是谁啊 你来了 本大爷就得进去给你通报 懂不懂规矩啊 知不知道什么叫门历银子 一门前没见着 还管我借笔墨职业 亏你说的出口啊 这是山沟里出来的 没见过世面 我们那还真有山 我就说嘛 熊山恶水出刁民 还愣着干什么 拿下呀 谁敢 这可是御史终成刘伯文刘大人 我还御皇大帝呢我 我 您真是刘伯文刘大人 睁大眼睛看看 如假包换 还真是刘大人 那年潮湖一战 在下也曾见过大人 只是这岁月沧桑 大人确实变了不少啊 在下真是失敬 失敬失敬啊 就就就太了 刘大人 还不快给刘大人赔罪 原来是刘大人 失敬失敬 原来真是御皇大帝 你失敬失敬 小哥哥还真会开玩笑 刘大人 您稍等 在下这就进去通报 先生请便 小的方才多有得罪 还望刘大人开恩啊 刘大人 小的生有八十岁的老母亲 下游没断带的孩子 一家的生计全兵的小人 这份真实的刘大人哪 起来吧你 我家先生还能和你这小人一般见识 哎 谢谢刘大人 谢谢小哥哥 不过我还真得说你两句 哎 你怎么能这副德性呢 狗眼看人低 是是是 小的狗眼看人低 哈哈 还什么大地界 哎呀 你去过紫禁城上过丰田店吗你 哎 小的哪能跟兄台您比啊 您才是真正见过大十面的 小爷我也没去过 不过我家先生倒是常来常往啊 那是 那是 哎呀 刘大人 久违了 刘伯温 拜见大将军 嘿嘿嘿 不必行此大礼 取尊来访啊就是贵客 你我就敬兵主之礼吧 恭敬不如从命 见过大将军 见过刘大人 啊 呵呵呵 请 请 哎 我呢 我 您有喜欢的招待呀 请 哼 等会儿啊 先给您端盆热水先烫烫脚 再给您温上一壶好酒 咱这顺天府的烧飞蛾吃过没有 行了行了 别废话 你再啰嗦 小爷我可又要做事了 哎 真是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粮 小哥哥你的诗做得也这么好 简直就是出口成长 小爷我的诗 又岂是你能议论的 嗯 哎呦 往前渔啦 还不快潜潜 哦 哎哎哎哎 马上去 哎哎哎马上去 摘 sucking 啊我来了 哈哈哈 哎呀 哎哎我来了我来了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哎哎走黑我走啊 请坐 刘大人请用茶 多谢 刘大人知我为人 咱就省去那些虚文福礼吧 这么多年没见 徐将军还是那么爽快呀 那我就直接了当了 好好好 皇上这次派您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对我徐达 手握重兵 独居着前朝大都 有点不放心的 这茶不错呀 别有一番风味 大人别打岔 有话直说 皇上的脾性 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没有大事 他派大人来干什么 徐将军啊 这次奉皇上之命前来 就是想重新规划一下顺天城 没有别的意思 原来是这样 这前朝的土城啊 九经风雨 早已成了残垣断壁 根本起不到防御的作用 其实 我也早就想重建了 那将军为何不向皇上禀报呢 这个 怕皇上多心 说你奸臣兵力 独霸一方 名不虚传 一下就看透了我的心思 徐大一介武夫 还请 先生指点迷惊吗 将军明言 今年刚封了燕王 这顺天城 是不是为燕王所建 要不然 皇上怎么会动着这个念头 徐将军啊 这次奉皇上之命前来 皇上的意思 大概啊 就是要在顺天城 动些土木 改一改 前朝留下的格局 明白了 明白了 多谢先生点播 这里没什么变化 先生 您当年来这赶考的时候 有多大年纪啊 和你现在差不多 可能 跟考试那会儿啊 还没你现在大呢 不会吧 您这么年轻就搞中计时了 人比人 还得死啊 也不知道那家 豹云轩的书寺还在不在 爹爹 那爷爷提的是什么呀 那是毛铃儿 他怎么不起买呀 他叙事没钱买吧 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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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来了 您是客书呢 还是买书呢 我呀 随便看看 当年啊 我进京赶考的时候 这个书寺的掌柜啊 也就跟你这么大 是个爱读书的本分人 我们谈得很投机 您这边请 好好好 客官 您看这本 这本 这是本最新翻课的 宋版十三经 考功名的人手一步 卖得可窍呢 您老翻翻 我都这把年纪了 还进京赶考啊 还演了一家人 那您再看看这部 前朝官汉青的遗稿 这都是未曾面试的文字 可是我们掌柜 花大价钱才逃过来的 官汉青 您知道吧 乙斋 蒸不烂 煮不熟 锤不扁 炒不爆 响当当一颗铜豌豆 真亏做买卖 我听过他那处斗额约 您看看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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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还有一步 这是原吏部主事 洪大人自刻的诗集 不过这都是一些 官渝的闲淫 饭后的风雅 想必也不入您大人的 法眼 有眼无珠的东西 行家面积都什么机灵 这位可是在下刘伯温 原来是尊驾 我说听着这么耳熟呢 正同一别 不绝已经三十年了 除去多了些虚染 依然是风采依旧啊 先生安好 老陆老陆 掌柜的安好 好好好 他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那个 只要输一上手 便能过目不忘 倒背如流的神人哪 他就是您总说的 前朝进京赶考的那个年轻人 就是看一遍旗帜谋略 就能当场背诵的那个人 哪儿啊 对对对 就是他 他就是刘伯温 真没规矩 刘大人面前怎么能没大没小呢 还不磕头赔罪 刘大人说对 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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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个孩子 起来吧 起来吧 人家都说刘大人是个活神仙 可我这么一看怎么一点也不像啊 我还真得给这位兄弟说句公道话 我第一次见到先生的时候 也是这么想的 就这样 二郎神还长三只眼呢 是吧 咱是一枝两朵花 各家收各家 不是 去去去 赶紧下去 是 让刘大人见笑了 大人请 请 刘大人光临小店 不知想找些什么 我后面还藏有几部不错的真本善本 大人要不要看看 这次就不看了 这次来啊 主要是名字用完了 想在您这客印一些 内容和款式我都写好了 来 刘一 这个交给小人 请大人一定放心 小人一定找最好的客奖 保证大人的书法原汁原味 这纸嘛 咱就用最好的梅花撒金简 紫红的套风 宝兰的宽边 不必了 还是素雅些好 素雅些好 这个大人放心 银子一总算在小人身上 这怎么可以啊 小人想求大人赏福莫保 也撞撞小店的门面 这个 掌柜的 书印好了吗 各位各位 请再担待几天 家印的集子还没有到 本来说好的初四就能印好 推到了今天 今天还没印好 你能不能有点准啊 新印的一百册 被各大内卷给包了 小店实在是开罪不起啊 我们你就得罪得起吗 诸位都是医师父母 恭敬还来不及呢 怎么能得罪呢 等书一到殿 我立马送去 要是再耽搁的话 我就到别家订去 走 七公子您说笑了 慢走 掌柜的 什么好书啊 这么多人抢着要买 怎么 您没听说吗 听说什么 几年前咱大都这地方 瞧我这嘴 现在应该叫顺天府不是 咱顺天府这地地 降生了一颗文取星 十四岁就刻印了诗词集 了不得那些少男少女们 发疯似的追捧 一时洛阳只贵 这不每隔一两年 最多两三年 他就再弄些诗词出来 有时啊能印到板坏了 那想必一定是 曹冲洛宾王之类的 青年才军啊 他叫金兰心 听说祖上是七丹的叶律士 后来改成这个汉姓 听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想见识见识他的文才 这好吧 过两天我就把他的棘子 和大神的名次一定送到府上 先生 您到底在看什么呢 你说呢 不就是星星吗 至于看这么长时间吗 你看见的那是星星 我看见的这叫星秀 星秀 那您慢慢看吧 我们一会儿去了 大人早来了 久后将军不到就先上来了 我在哈的门等 你从齐化门入 这不两岔了 有劳将军 什么有劳啊 我是来掌掌见识 先生请坐 咱们边喝边聊 好 多谢多谢 先生请坐 好 早知先生能马前客 指推背图 观天余地 前之后推五百年 今日 还要有劳先生啊 哪儿啊 徐大将军 那多是坊间传言 我还听说 我家先生能呼风唤雨 撒动成丁呢 去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 我就随便说说 又没什么外人 小孩子不懂规矩 让徐将军见笑 哪里哪里 这小四啊 还是挺有意思的 来 先生 你我先干了这杯 请 黄金榜上 偶尸龙头望 爹 爹 找我何事啊 不长进的完颜 整天就知道吃滑酒闹事 你看 这是打坏背盘桌椅的清单 老包子 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有爹在 我怕个球啊 我在县衙 不过是个小小的书办 那 那个支县不也是听你的吗 是吧 哎呦 喂 我的小祖宗 我说你能不能长点心呢 连谁大谁小都分不出来了 那支县会听我的 他那是看在钱的面子上 听钱的 管他听谁的 给面子不就行了吗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费尽心思挣的这几个银子 经不住你这么叨他 爹 我可没花你的钱啊 没花我的钱 你吃铁鹅银子 我这不刚客的不急子嘛 这一步就能卖到一两 加起来那也是几百两的金像 行了 行了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啊 能以麦文为生啊 你诗词歌父样样精通了 哎 我要是死了 你可怎么办呢你 爹 你车哪去了 你找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啊 我跟一帮哥们儿还喝着酒呢 我去了啊 你等等 你听我说啊 我听府学里传出个荒信来 说是最近可能要开博学红瓷科 你抓紧时间准备准备啊 爹 你在说什么呢 孩儿 雷哥修材都没考过 我怎么就考这个博学红瓷科 这什么玩意儿啊 烦死人了 哎呀 我的儿 博学红瓷科 不同于考秀材 名头很重要 这 儿子 儿子 你看 这是爹刚刚改写的 宋代刘勇的一首词 很适合你的现状 拿去多找这些人传诵啊 爹 你是觉得儿子现在的名头 还不够响吗 哎 这一点爹爹你多虑了啊 哎呀 光在坊间流传不闲 还得想办法呀 多拜回一些文坛上的 齐老名宿那才成呢 爹 我只听说过 天坛 地坛 设计坛 是 怎么又冒出一个文坛来 在哪儿 在哪儿你带我去见识见识啊 你个准蛋呢你 我先走了 我 我让你跑 气死我了你 大将军啊 这要不是你叫我 我还真不能在这儿瞎看 您说我又不是司天坚 这司官天相这也犯计这个 让您多担待了 先生 您是不是看出了点什么 哎 大将军啊 怎么说呢 皇上的担心呢 还是不无道理 您别说 这前朝大都 还是藏着几分帝王之气的 不过 那也应该是 几十年以后的事了 先生 接着说 这个呀 这从天相上说啊 这叫 死危暗而天已无光 天强天背 以献为盲 这是什么意思 还要请先生名言哪 有些事啊 他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那种说是好是坏吧 或惜福所以 福惜或所福 您这么说我还是不明白啊 大将军 您是聪明人哪 人哪 没必要把所有的事都弄那么明白 您说的 先生 你我相识多年 您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 大将军 我给您念一句星诀吧 天已太已 星已席 王位更立 数字求 让我们进去吧 让我们进去吧 咱们进去吧 咱们进去吧 军 咱们进去吧 放火的家会演个巨发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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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 让我们进去吧 让我们进去吧 让我们进去打一堆水吧 快点 咱们进去吧 快点 咱们进去吧 我已在合意门备下了茶水点心 先生 还是先歇歇 再行巡视吧 什么巡视啊 看看风景 好 那风景如何呀 徐大将军 我呀 二十三岁来此会试 一转眼三十余年过去了 乌是人非呀 是啊 人生如梦 将军 大将军 大将军 启禀大将军 有军情 不是军情 不是军情 你慌什么 是水情 水情 刚刚入春 臭雨还没下过 哪儿来的水情 不是雨水 是井水 有人投毒 不是投毒 是全城的井水 突然都变味儿了 苦得没法喝呀 竟有这事 百姓都闯进瓮城了 说瓮城的水是甜的 结果也是苦的 现在士兵们也没水喝了 将军请 大将军请尝 苦得麻舌头 怎么会这样 这倒真是怪了 徐将军啊 这也没什么可怪的 依我看哪 可能是这地底下的水纹条件 发生了变化 填水流走 苦水它自然就填进来了 水纹 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问你 去年入秋 这儿是不是阴雨连绵 是啊 入冬以后 有大雪寒天 对啊 嗯 可这 跟井水是苦是甜 有什么关系 这就对了 地面的积雪 雨水 未及渗透 它就被冻住了 这几日 艳阳高照 大量溶水渗入地下 这就像江河春训一样 它把田水给冲走了 就这么回事 你冲到哪儿去了呢 以地试看啊 徐将军 这几日您派人寻访 不出几日 西边会有甘泉涌出 我想把这田水啊 引回来 还要请先生多帮忙啊 这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现在城中百姓 传言很多 说是有人破坏了前朝大都的风水 得罪了龙王爷 结果这龙王爷 就带着龙王奶奶出城奔西去了 您说我这个大将军 可担不起这个恶命啊 大将军 你这是要我把龙王爷给你追回来 我刘某可没那么大神通 不管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城里的百姓 先生一定要想想办法 徐将军 开河饮水 入殿存积 这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呢 先生放心 财务的事情 我会知会地方 至于人力嘛 来人呢 末将参见大将军 这是我行营你的偏将高亮 拜见刘大人 参见刘大人 见过见过 徐将军 您的意思是 从今天起 他就归您调遣 开河饮水 除了有地方上的名夫 我再给大人 拨拍一些兵事 由你调用 徐将军 合着你这差事 我还非接不可了 这是奸差 主要工作还是修成啊 能者多劳嘛 多劳 好 鲍云轩疏寺送来的印好的名次 你收下就是 还送来这个了 这两天忙 倒把这个天才少年给忘了 那金兰新还递来败帖 好大口气啊 举目似共 皆茫茫 五百年来无文章 五百年来无文章 这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呀 这五百年来 没有他看得上眼的文章 这大话说的 不怕把舌头闪了 年轻人嘛 年轻气盛 说两句大话难免 那不行 我得回两句灭灭他 当今我家先生在 谁敢动笔写文章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你这个 秀才的徒弟慧颜末 诗人的娘子家具多 先生 嗯 小的这几句诗还行吧 行了 别耍贫嘴了 去吧 对了 那个伙计还说 他们掌柜的 为了感谢您给他提字 要请您吃酒席 到时候再亲自过来送帖子 知道了 哎 嗯 嗯 秀才的徒弟慧颜末 诗人的娘子家具多 当今我家先生在 谁敢动笔写文章 这不就是一首诗吗 里面有人吗 来个硬门的 谁呀 大呼小叫的 一点都不闻名 这位兄弟 我找刘大人 来 匠何人竟敢犯恩山战 开个玩笑 发什么单呀 进来吧 先生等你呢 我刚才做了手势 我跟你说说哈